3.3.3.3 OK 大家是否知道 在三哪根的早上 除了皮蛋饺 还有谈工面 还有什么是值得一吃的吗? 就是大包啦 先做 先蒸 先卖 先吃 这就是创办人阿杰 注意 饱好吃的追求 为此 饱好吃的师傅们 每天晚上10点开工 直接做到早上7点 就是为了让顾客可以吃到最好 最新鲜的包点 这里的包点除了新鲜之外 还出名 提包 现桌 除此之外 这里还有很多很好吃的点心 好吃的包子 包好吃 想吃包就来包好吃 诶 等一下 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? 就是还没有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年轻人 愿意放下在新加坡的高薪工作 毅然回到家乡创业呢? 我相信每个年轻人都有一个梦 那是一个创业的梦 而他也不例外 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阿杰 在创业的初期 阿杰是遇到很多挫折与挑战 但是慢慢的 阿杰在这些磨难中 总结出了一套被证实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 其中包括了严谨的生产流程 保证食品 卫生和口味的一致性 有兴趣吗?想吃的话可以找 阿瓦 毕自负主马 好吧 闲程